掌握各位好理事前 为了感谢以后令人这两年 为了收获民众健康的付出 传华官员文林根人 今天跟着你 在地区美医药 在当何必即将地区美医欲望 向第一席以后令人表达感谢 传华官员文林根人跟着你 开车在地区美医 请自拨地区美医来到门口 林根人表示 为了台湾民众的健康 以后尽心尽着付出的精神 让人感动 为了感谢他们的不舒服出 今天带一些不舒服来委门 也希望以后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他希望立后 尽量为何必地区 因此更多 更好的医疗组员和技术 让何必更适合民众来担 我们讲到今天是我们富士杰 喝来我们河北京 最大厅的到处医院 来为问我们这些护理人员 我们知道我们富士杰 是我们南京哥的基础 按我们这些护理人员的大爱 这些细心 用心来发挥在我们民众这里 尤其是我们这次防疫期间 我们这里的护理人员 非常非常辛苦 每期把家的时间办法 来这些 不怕在我们防疫期间 我们COVID-19来 保障来感染 他们在我们防疫这条线 做得非常非常好 今天来表示一个意思 来关心关怀 还要让他们辛苦了 便宜给你保住人谢凤英表示 守候四名是以后的天使 他们在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就已经丧死 这个世纪是亲亲留在以后的心态 也感谢台众的支持 他也好用 没准备整的发展 虽然跟之前已经都不同 但是台众对亲战这个名书 有很多五次 民众千万不能就是政头 清楚感冒就没问题 因为会后后 可能会有一些政头 没得完全好 对南省更是有可能有上海 他们处民众在这个时尊 更是要严格尊守风格规定 家庭祖先的奉务 感谢议员今天来 慰问我们的医疗同仁 尤其是护理人员在每天的 穿着全套的防护装备 真的是湿的又干干的又湿 然后每天都是延迟下班 真的非常感谢议员来到这里 慰问我们的护理同仁 在这个期间也是要请各位民众要注意 虽然大家都说 我们来听就像 现在这一波疫情 比较像流感化的感觉 但是请大家不要这样想 即使是生日病之后 我们病毒侵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遗症 现在都还不是很明朗 虽然是小感冒已经好了 但是后续的状况都还不清楚 还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减少外出 请洗手 所以不要再碰你的眼耳口鼻 那我们一起洗手跟他抗议 接着严重 让台湾的医疗量已经警告最大 以后另外是拼死命在警戒 民众一定要做好风液 甚至是家庭逢好 严守着高鼓励 并且将以风下煮好煮满 才能够披免严 新中华新闻里面红何美 彩虹报道 经许舞动 反正 经许舞动 穿着 不合许舞动 不合许舞动